重新归队并当选公正党属理主席德拉斐兹 推出他回归后的首炮竞选活动 来吧大马 锁定全国50个西蒙偏弱的边缘选区 透过下乡演讲力争选票 希望可以拿下或保住这些危险区 此外向来擅长揭发弊案的他 还形容近期最火热的滨海战舰采购案 被控的不过是江鱼仔 幕后操盘的大白沙依然逍遥法外 扬言会在明天揭露更多内幕 距离全国大选越来越近 接连在多场周选滑铁卢的公正党也重振旗鼓 在新任熟理主席拉斐兹率领下重回战场 拉斐兹昨晚在吉隆坡推荐蓝眼的头炮竞选活动 来吧大马就将主力放在舆论站 每个周末透过宣传卡车到全国边缘选区走透透 向选民解说各种时下课题 也是民调机构invoke壮扮人的拉斐兹说明 这50个西盟相对弱势的边缘选区 马来选民都占了过半 而且已公正党的选区居多 因此要卯足全力抢攻 希望可以在来界大选保住或拿下 这些陷入多角战的危险区 拉斐兹强调 来吧大马的核心主轴就是重新点燃选民的改革热情 根据他掌握的最新民调 有八成受访者不满当前的经济情况 然而执政的巫统还在不断粉饰太平 因此西盟必须打赢这场舆论战 他有信心 结合党主席拿斗斯里安华 副主席努鲁伊沙 还有他一共三人的力量 就能够在三个星期内超越巫统的论述 此外谈到目前闹得沸腾的 滨海战舰采购必案 郭王已接避斩路头脚的拉斐兹 更在演讲中分析案情 表明这些冒牌的空壳公司 靠着相似的名字取信海外供应商后 再将到手的器材偷隆转缝运走 他直言有能力层层渗透 事先敲定细节 委任承包商 甚至指定预先付款的主谋 肯定不是目前落网的江宇在 拉斐兹 拉斐兹扬言 他将在下个星期一爆料 揭开滨海战舰交易中 价值17亿令吉的库存设备细节 他嘲讽说 根据他所掌握的资料 当局所采购的一些器材 跟房屋完全无关 有些东西甚至在便利店都可以买到 在下个星期一会